部落城堡没重建 为什么能够随意移动 这又是来自一位粉丝朋友的提问 看到这个问题后 我立刻跑去搜走了这位玩家的标签 果不其然 主要显示这位玩家并会重建部落城堡 但点击参观下他的村庄 我们可以看到 原本应该在左下角 被障碍物包围的损坏城堡 居然不见了踪影 那他在哪呢 我们往上看 这个未被修复的城堡 居然和大美英一起 被放在了地图最上面 这就太有意思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 包括夜世界在内 像战争机器 时光钟楼 这类损坏建筑 在修复前是绝对不可移动的 可这个玩家又是怎样做到的呢 我想了很久 随后便给这位朋友 回了个我自认为靠谱的答案 我说可能是用未遗产移过去的吧 然后就没了下文 本来事情到这就结束了 但随后我又仔细一想 感觉不太妥当 人家专门私信问你问题 是信任你 而你只给了个猜想的答案 这很不负责 所以我就连夜注册了 我表国附信号 并且通过一些方式 结果也恰恰证明 猜想往往是很不靠谱的 可以看到现在我们手中是有一把遗产 然后我们再去点击这个损坏状态下的部落城堡 哎 结果出现了 部落城堡只出现了一个等待重建的按钮 并没有未遗产的标志出现 也就是说未遗产移不动它 可竟然未被修复的部落城堡 不被判定为障碍物 那刚才那位玩家又是怎样移动的呢 于是我就拿着另一位 同样没重建部落城堡 就能移动位置的玩家 去求教了几位大佬 最后得到一个可能性比较大的答案是 他们可能是用修改去修改的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更好的答案 同时如果你在部落中遇到其他不太能理解的事 也欢迎随时给我私信 我们一起探讨一下